乌克兰的东部前线即将溃败 美英在考虑是否允许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的纵神 最近有媒体报道说 美国众议院的外事委员会的主席表示 国务卿布林肯马上就会通知乌克兰政府 可以用美国提供的陆军战术导弹来攻击俄罗斯本土 美国之所以会放开限制 主要是因为乌军唯位救赵的策略失败了 乌克兰军队迄今依然占领着库尔斯克的部分领土 但是即使是真正的本土被占领 面子上很不好看 俄罗斯的角色层依然是比较冷静的 没有让俄军把主力部队从其他的方向抽掉出来 而是继续在顿野刺客方向向乌军控制的红军城 发起猛烈的攻击 红军城是顿巴斯地区的一个战略要地 也是一个交通收纽 如果把这个地方丢到的话 乌军将前线被动 必须向后撤退一大步 将丢失大片黏土 虽然西方及其吹鼓手反复的吹嘘 乌军在红军城方向进行了有效的抵抗 但是从实际情况看 战场的节奏和主动权是掌握在俄军手里的 9月11号 俄国防部还发布命令 表彰两个旅机单位在攻夺红军城作战中表现突出 所以说乌克兰在库尔斯克的牵制性的进攻 并没有实现他们的预期的作战目标 乌克兰以及其背后的美国 必须要想办法来摆脱目前的被动的局面 在乌克兰战争的第一年 美国和北约都公开明确地表示 提供给乌克兰的这些军事援助 仅仅是用来保卫乌克兰的合法领土 不能用来攻击俄罗斯的本土 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乌克兰军队打得还算不错 不但顶住了俄军的进攻 甚至还在哈尔科夫方向 哈尔松方向打了一些反击 但是经过两年的战争之后 俄军显然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俄罗斯的民众对战争的支持率也没有下降的意思 可是在西方民众已经普遍厌倦了这场战争 拜登政府要想继续给乌克兰提供大比的军事援助 遭遇的阻力是越来越大 只要西方的军援断绝 乌克兰军队怕是连一天都坚持不下去 对赌头来说 要想阻止赌局失败 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扩大赌局 如果能够把战争的范围扩大 迫使美国和北约投入更多的战争资源 甚至是直接被牵引下场 那没准乌克兰还有另外一种结局 要想达到这个目的 动用大威力的弹药袭击俄罗斯后方目标 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办法 实际上乌克兰一直在设法用无人机 来袭击俄罗斯纵深的机场和其他的军事目标 也造成了相当的损失 但是这些土造无人机的精度 威力偷放能力和可靠性都很一般 俄军用比较落后的防空手段 就可以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拦截 如果动用美国陆军的制式战术导弹 来实施纵深打击的话 效果当然会好得多 这种导弹的体积小 飞行的速度很快 弹头的威力大 俄罗斯虽然号称S300 S400导弹武器系统 都具有反导能力 但是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一个成功的拦截短程弹道导弹的战力 如果美国放松 乌克兰军队的缰绳 这种导弹确实有可能 给俄军带来更严重的损失 一旦美国开了口子 那英国一定会紧紧的跟上 允许乌克兰用英国提供的风暴阴影 隐身旋航导弹 对俄罗斯的本土进行纵深打击 美英两国已经做了交流 如果能够用多管齐下的办法 逼着俄罗斯放弃稳扎稳打的策略 进一步的动员军队扩大乌克兰战争 那么美国及北约 其他国家就可以以此为借口 要求国会进一步的增加 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甚至同意派志愿军参战 实际上在进攻库尔斯克的时候 俄军就已经发现有大量的武装人员 并不是乌克兰人 而是在讲波兰语和法语 美国最后会不会放松限制呢 从F16抵达乌克兰 开始参战这个情况看 北约的当家人美国 是不惜扩大战争的 这个事件由美国存在 就注定不会安宁 好 这个话题就说到这里